那你看看柔能夠刻鋼 下能夠刻鎖 像鄉村包圍城市 毛澤東喊出來的策略 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策略 鄉村包圍城市最後誰贏啊 鄉村贏 貧民窟包圍地堡最後是誰贏 一定是貧民窟贏啊 因為你地堡雖然有很多的 有水塔有什麼東西 可是你要吃飯 外面麵包要運過來 貧民窟把你主角贏 你麵包運不進來 是不是 你的財富出不去 你連要趕到機場去逃命的時候 你也出不去 你要知道所以下能夠刻鎖 貧民窟能夠刻地堡 柔能夠刻鋼 女性能夠征服男性 你就會發覺 通通都是這樣的道理出來的 所以柔能夠刻鋼 所以為什麼每一個成功的男人的背後 都有一個偉大的女性 那同樣從這邊引申出來 給各位思法一個問題 為什麼成本領導最後都能夠包圍差異化 你注意到 差異化的創新出來以後 它存在一時 可是它有沒有辦法持續下去 像Apple一樣 是吧 iBook iPhone iPod i什麼東西 i i 都是i 一直i下去 是吧 到哪一天 它沒有辦法差異化 可是你不要忘了 當它差異化出來就有人可以模仿它 所以抵抗模仿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 但是成本領導它可以像水一樣 很容易的就可以把你差異化 把你包圍起來 差異化的方式像地堡一樣的概念 它很高 高雄入雲 可是成本領導像水一樣 它可以把你包圍起來 那這個世界都是鼓勵人們要走差異化的路線 可是差異化 問題是你能夠maintain多久 能夠抵抗得了成本領導像水一樣這樣的東西 把你包圍起來 把你滲透 把你腐蝕 把你爛掉 有一點可以把你吃掉 所以差異化是ok 很好 但是差異化如何持續下去 如果保護差異 這就是很大的課題 對吧 有沒有問題啊 比我們的理解 共產黨大部分現在是比較 做事都是比較直 比較什麼 比較直 比較直喔 是吧 是嗎 是嗎 我不知道 鄉村包圍城市是他喊啊 共產黨喊啊 對不對 人海戰術他喊啊 然後敵人來的時候我就走 敵人走的時候我就追 白天的時候敵人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躲起來 敵人在出來的時候我就躲起來 晚上敵人睡覺的時候我就出來騷擾他 請問這種策略是很直還是很柔 都很柔的策略 所以他們是策略上是柔的 可是 你為什麼會有這種印象 認為共產黨很直的呢 很直的人的話呢 一下被他看出來 沒有眾生 很直的人他沒辦法玩策略 玩策略一定是遮遮掩掩 虛虛實實 實的來遮掩虛的 虛的遮掩實的 看不出來他到底是遮掩虛的 他是個中老鼠 老師 在這裏管理說 老師大概就是 港上推進的 那為什麼 你說哪一個 你說一般老師都教要 那種 不要有成本領導 對 為什麼 我這邊來講 好像有一點推崇成本領導 你們覺得什麼 成本領導就是 東西可以做的比較便宜 對不對 我可以做出跟你一樣好的東西 可是我的價格是你一半 我就很快把你打敗 所以成本領導啊 是很難打敗對方的 除非你不斷創新 可是創新的話呢 成本很高的 創新成本很高 背後的成本是很貴的 有幾個人能夠不斷的創新 即使創新的話 能不斷的去綿天他 有多少人能夠這樣做得上 你知道嗎 所以比較easy的方式 都是模仿人家 用比較便宜的方式 然後有一天 當我已經比你更便宜 市場都被我佔據的時候 就很快可以把你幹掉 這種策略叫什麼策略 經常在使用的策略 對不對 那為什麼人們都是鼓勵 用創新 用差異化 就是希望能夠賺最大的那筆錢 所以我一推出別人沒有東西 我就很快能夠賺第一筆大錢 可是第二筆的錢 你還能不能賺得到 就不一定喔 當你一推出新的東西出來後 馬上你的模仿者 就群 群起和效法 所以你第二筆錢還能不能賺得到 就是一個question mark 那這邊不是說鼓勵你要做成本評價 而是說 差異化 一出來一冒附回來 就有一群人很快會把你付過來 學你的東西 然後用比你還低的價格打贊 你還要講這一個 這樣講這一個 是吧 就是這兩次 那商學你都叫人家走差的話 當然是為了讓你創新 為了要讓你做比較多的錢 但是就是會有這樣的很大的負責 但是就是會有這樣的很大的負責 所以你剛剛講下來是要成本領導嗎 那成本領導的財化 那你會取一個平衡嗎 取一個平衡啊 又能夠創新 又能夠做得比較便宜 我為什麼用這個例子來告訴你們 不要認為成本領導是很低下的 是很可恥的 很不值得學的 你要知道很多的創新 往往是從成本領導裡面出來的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先從學的 比人家做得更便宜 從這邊切入市場 然後我就可以學到很多別的技術 那只要我能夠持續獲利 能夠賺錢的話 我就可以改良我的技術 我就可以推陳出去 就可以走上創新的路線 可是你要知道 一創了新以後 立刻緊接而來就是你 就人家會模仿你 你的創新出來沒多久以後 就變得outdate 就變得過水 馬上就面臨成本戰 對不對啊 所以競爭非常殘酷的事情 就是你能不能夠survive 你要survive最基本的功夫 不是你做的就要跟人家不一樣 最根本是做的比人家還便宜 做的比人家還快 所以人家跟你下訂單 不跟別人下訂單 高階的戰爭是創新是沒有錯 但是survive 這種所謂的生存戰 就是比誰能夠存活的更好 我每天只要花一百塊就可以存活 有的人要花一千塊才能存活 存活下來 老師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以正和 初期勝吧 差異話是初期至勝 初期 沒錯 那以正和 你沒有正 你沒有做的比人家更有效率 用的資源更少 成本更低的話 你沒辦法存活 所以像回過來 剛剛那個大陸提出來那個 五代一路 他是初期去對抗老美的太平洋 但是他也必須要 紮紮實實的落實之後 他才能夠以正和 因為他初期 基本上已經達到他的目的了 那接下來就看他以正和 他事實上落實的確不確實 所以我們可以說 既然你提到了 我本來是到了那個起政篇那邊講 你既然提到了 成本領導 作用比人家還便宜 成本比人家還低 這是正 任何公司在市場上 要能夠打敗對手 你一定是要作用比人家還好 作用比人家還秀 對不對 同樣的東西嘛 同樣的家具 家具有什麼好創新不創新的 差不多就是那樣子嘛 可是這個桌子 人家還耐用 同樣的價錢 比人家還便宜 別人就買你了 這是正 正常的競爭 都在比這個 這個是根本 然後哪一天 如果你碰到其鋒第一手以後 你要怎麼樣贏對方 你要靠創新 所以根本是成本在 根本是成本 是吧 因為發覺 開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 每天 每天眼睛睜開來 就是這七件事 不管你今天公司有沒有進帳 只要你把門打開 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七件事 哪一個不是成本 知道嗎 這是很殘酷的事實 那你今天如果要賺大錢 那你去創新 但是創新也不是說你要創作 可以創得出來 所以你要先守住這個盤面 守住這個盤面 就是你要做得比人家好 做得比人家還快 做得比人家還價格還低 這是正 正 正常的競爭是正 而這個正的競爭才能走得長 走得遠 所以成本領導都能夠包圍差異化 慢慢把差異化吃掉 除非你的差異化很強 像Apple一樣不斷地做差異 不斷做差異 但是很多公司一開始很會創新 可是時間久了以後 如果他組織生變了 Keyman不見了 被人家挖走了以後 他的創新能力下退了以後 他慢慢就被人家侵蝕掉了 不是嗎 所以誰能夠不斷地保持差異化下去啊 知道嗎 所以我們最後會主張什麼 主張你必須要有Efficiency 你比人家還更有不一樣的地方之外 你還必須要做得比人家還更好 更紮實 品質更更精美 不過有人有這樣說 當我別人家做的還可以 別人家做的品質更好的時候 難道這不是差異化嗎 這不是一種差異化嗎 你想想看 這什麼叫差異化 這也是一種創新啊 不是嗎 別人做不到的事 我居然可以做得到了 別人三個月做不到了 我一個月把它做完 這也是一種差異化不是嗎 是吧 所以只要是 重點是看那個差 你講的是那個程度有多少 那個程度的高低 我覺得成本領導有點被管理學員誤導 就是好像白頭在注重成本 好像很low end的 好像被人家看不起的 代工的都是很low的 我覺得他有點被誤的話就是說 好像不去看市場面 只顧專注在成本的cost down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說 除了專關注市場之外 這個成本的cost down也很重要 這樣是他的意大 是啊 因為公司將本求利嘛 我今天公司就是做了五塊錢的東西 我可以賣十塊錢 我公司就能活下來 不是嗎 哪一家公司一開始不是想要存活 所以我只要能夠存活 能夠獲利進來 我公司就可以不再開下去 就可以慢慢累積 這個雇用新的人出來 來創造新的東西出來 這是正途啊 哪有一個人到來 一開始就跟他講創新啊 我再做出更加不一樣的東西 是啊 有時候常常他們cost down 才是去逛季去看市場的變化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想說 鄉村包圍城市這個策略 你以為人家就只會看鄉村 不會派間諜間隙 你混入到你的那個城市裡頭去 去看哪邊水管破了 哪邊沒有水 哪邊城牆有漏洞 隨時準備要侵入城市 這才叫做鄉村包圍城市 所以最終的目標 是要把你城市吃下來 所以你走成本明導的路線 並沒有代表你放棄差異化 等到你有一天你累積的多了以後 你隨時準備要推出不一樣的製程 推出不一樣新的產品 本身就是一種創新 所以創新跟成本領導 在我客人認為來講的話 是互相支援的 就是你能夠有成本領導以後 你隨時再累積很多的資源 準備時間到了有一天就可以創新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 當你創了戲以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錢賺很多 就可以來改進你的生產效率 讓你的成本更低 所以兩個東西是互為其正的 所以其生正正生期 兩個就循環不移 互相支援 在業界 其實做成本領導 都做得比較好 是 所以 如果你覺得你提上差異化也對 提醒大家多少要處理一下棋 自己一下社會 因為你走棋的路線的話 風險很大 成本很高 你講說棋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品牌 你有創新的東西 這都非常貴的 很昂貴的 品牌非常昂貴的 風險都很高 燒到不剩的話 這品牌就漏得動 借著氣 是吧 你創了個新 最怕的是什麼 被人家挖角 被人家把你關鍵技術 把它學過去 被人家把你的產品 把它給模仿 所以創新呢 是非常成本非常高 風險很大的損 所以當然比較簡單 就是走別人家賺的 做的還便宜 所以成本這種東西 這當然有一個案例 是 就是一個學長 同時他們腳踏車 代工是世界第一 所以他們就想做自由的品牌 但是那個品牌做的就相當的失敗 那 這個 這個 在成本領導來講 他們已經做得非常好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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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自由品牌 現在 不知道 到底是要趕快守 還是要去除 那那個時候 他如果要守住他的獎產 一定回來做代工 對不對 因為回來 那 只要能夠儲活 先儲活再獎 除非你要放棄這個行業 所以前面三點他們就是想要做自由品牌 那一直賠錢 那現在他們放棄自由品牌這一塊 又回來再去控這 一毛兩毛的毛利 之後他們家又回升 是啊 這是他的基本的盤面 對吧 那他守住的基本盤面 這是正途 然後呢 你雖然在賺那個一點一點的錢 可是你隨時準備 事蹟要待發 機會來的時候 你隨時開出新的東西出來 那時間要成熟 還有市場條件要成熟 然後有那個機緣以後 自然就會成熟 所以你要做這個創新跟品牌這一塊的話 是非常昂貴的 非常昂貴的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你兩條腳 兩條腳走路 一方面成本 二方面呢 創新 那如果正途的話 能夠靠成本 能夠養活自己 然後累積以後呢 去做創新 在從事成本領導的過程當中 隨時發現新的創新的機會 隨時介入新的市場 隨時開發新的產品出來 然後開發新的產品以後 你要確保江山 要能夠錢要能夠帶來回來 有些是開發新的市場以後 市場呢沒有回報 要不然就是錢收不回來 錢沒有辦法轉換成為 這個市場上頭的業績 沒有辦法轉換成你的資金 這樣的話呢 你創新就沒辦法持續下去 所以兩個東西啊 你想想看 兩個東西要能夠互相支援 那管理學員會交創新 都是受美國人影響的 美國人怎麼會創新啊 全世界都在搞創新的 全世界都在搞品牌 可是你想想看品牌很不容易做 搞品牌搞創新它有很多條件 它各種資源都要搞 知道嗎 那除非你創新以後 你開人家startup的公司以後 很快就被人家收購 你可以賺一大筆錢 如果你只是圖這個東西的話 那就是 就是比較一個短暫的一個成果 那如果你要長久經營的話 你可以免得了成本領導 你可以避開成本領導 這個概念 因為它是bread and butter 就像麵包奶油 每天都要吃的東西一樣 你要做得 別人家也便宜 做得比利潤還要低 比市價還要低的成本 你才能夠smile 這是很基本的東西啊 ABC啊 可是ABC就是很多人做不好啊 就好比打武的人 打那個練武的人 馬目蹲不好 所以同樣一個招數出去的話 沒有力量 所以這個是基礎 所以不要小看成本領導 不要小看部署 不要小看層級 級職位比你低的人 要左右 大家眼睛都是向上看的 不要小看下面 下面的人啊 下面的那個氣候呢 只要形成一定的氣候 可以把上面的把它拉下來 所以做人啊 處事啊 如果能夠傳染這句話 這句話非常好 非常好 那西方的軍事傳統裡頭呢 像克勒塞維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個時候 有一個很有名的 奧地利的軍事學家 叫克勒塞維斯 他寫的戰爭論 那你看這邊所講的東西 這是傳統的西方的戰略思想 就是呢 不斷的戰爭 不斷的消滅對方 啊 不斷的開發新的武器 把對方毀滅 所以在這些人的軍事思想裡頭 只有一個概念 就是很直的概念 就是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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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殺 殺 那剛剛科技發達 就不斷開發出很多的殺人的武器 像現在殺人的武器有所謂 中子彈 炸彈之父 炸彈之母 炸彈之母 炸彈之母是 它那個炸彈可以收入到你地底下500公尺 那你的地下是指揮士在那邊 收入到地底下500公尺 然後到那邊 定點爆炸 一爆炸以後呢 所有被它爆炸的人啊 突然間 消滅掉了 突然間 腐毀掉了 然後在牆上看到 是你一個人以天然上 你的骨灰都找不到 有那種彈 有那種炸彈 炸彈之母 炸彈之父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殺一個人 一把刀就把他一個人解決 你需要花那麼多的錢 然後開發出這麼可怕的武器 然後 重置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殺殺殺 破壞破壞破壞 一直到要把敵人消滅掉 這種思想 是不是太平接了 都沒有這種曲線的一種 戰略思想的概念 直接的策略 為什麼不強調 直接的策略很容易碰壁失敗 那在這方面的話 其實中華文化就有顯著這方面的優勢 是不是 各位想想看 是不是這樣 那 可是在同時呢 英國有一個有名的學者叫 李德哈特 李德哈特 他畢生福音間接路線 他說達成目標最短的途徑通常是漫長的迂迴 各位同學 漫長的迂迴在幹什麼 你不直接跟他開戰 你都在準備 都在準備 都是 都是 看著他 看著他 你根本沒有採取行動 就看著他 看著他 你在做準備 然後 避免跟敵人主力硬拼 反而透過各種手段 讓敵方遭受損失 喪失精神平衡以後 再發起攻擊 這個都是孫子的概念 都都是權的概念 間接路線 這他們叫做間接路線 所以權呢 這個用法 緊接下來孫子說 因此用兵之法 十則為之 你的兵力度是對方的十倍的話 你根本不要直接去打他 你怎麼打 從權這個裡頭 這個思想可以演化出 各種不同樣的戰況的戰法 當我方的兵力 是對方的十倍的時候 你怎麼打 圍起來就好 不用動用一顆紙袋 留一滴血 你把他圍起來就好 你就贏啊 是不是很間接 不用像是發明炸彈去把對方殺死 層數不窮 不需要 那如果戰況是 我是對方的五倍的時候 沒有到十倍 沒有辦法把對方圍得水線不通的時候 你有什麼方法 如果我是你的五倍的時候 我就可以有絕對的攻勢 可以達到攻擊發起的這樣的地步 我就可以攻擊 武則攻之 因為根據他們戰爭的說法是說 如果你要去打一個對手的話 比你去防守對方 要多用五倍的兵力跟資源 所以一個比較安全的攻擊 應該是 我是你對方的五倍力量大的時候 你才會比較好的去完成一件攻擊 你如果只有對方的兩倍 你去攻擊他的話 不見得有勝負 所以主動去挑起戰爭的人 一般來講的話 他除非他準備充勝 否則的話 你碰到跟你旗鼓相當的人的話 人家是守 你是攻 那個時候 你是我的兩倍 你不見得能夠打敗他 因為你要攻人家 你要各方面都能夠攻 所以要攻人家的話 大概是人家的五倍 然後如果你是對方的兩倍 你沒有辦法攻人家 有把握攻擊人家的時候 你做什麼事 你做 把對方分開 把對方切割為二 把對方切成各個不同的小的力量 然後轉過來 把每一個小的力量把它吃掉 所以倍則分支 敵就是旗鼓相當的意思 equivalent的意思 如果你跟對方是旗逢敵手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你沒有辦法 你只能跟他戰 好 所以你跟對方的力量 如果旗鼓相當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勇氣 要讓對方開戰 那如果萬一你的情形 是少的時候 那你要想辦法 你要有力量能夠逃 你比對方小力量 比人家小的時候 你還跟人家打的話 這個叫做 小敵之堅 大敵之情 如果行事對我們很不利 我們還一直堅持 我要非要跟你打不可 那就等了一個下場 所以小敵啊 又非常的堅持 非常的堅固 冥頑不領 不能開通 就是準備被你強大的敵手 把你給吃下來 就這個意思 所以呢 如果是 如果是我們行事不如人的時候 要記得 要試食物 試食物是什麼 試食物就是 少就能逃之 不弱就能逃之 保留青山菜 不怕 不才燒 這叫退 所以不是只有禁而已 所以在這個地方啊 要謀求的是生存 謀求自己的有生力量能夠保留下來 準備日後的有時機 再來增回一些顏面 增回一些生命 所以要記得這個概念 所以孫子講起來 你看看 強 則必之 實則被之 如果對方實力很堅強的話 你站在他旁邊 你要開始準備你自己的 火的話有一點點被人家吃掉 所以對方實力很堅強 你要準備 對方很強的時候 你要趕快避開 這是非常 非常符合 在生存戰場上 很符合原理的 一些基本的道理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啊 你看看 用兵是法 你要按照敵情 而優秀各式各樣的調整 OK 好 好 我懂你的意思 好 好 因為他對天是在講權 必以權爭以天下 所以你今天四處 四處在江湖上走行走 對不對 然後有一天你碰到一個對手 哇這個對手 是 是 你比他還少 對不對 你一點都不如他 你這個時候怎麼辦 要保全你自己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你碰到一個對手 對手跟你差不多 而且非戰不可能的時候 你是要硬著頭皮跟他殺 但要保證 你能夠站得來 是不是 敵的能站住 那如果你對方 你力量是對方兩倍 你沒辦法打他的時候 你至少做一件事 要把他的糧草跟他的軍隊的補級線 把它給切斷 把他的兵營有沒有辦法切割為二 穿越過去 至少你能夠做到這裡 這都是保全方法的一種御用 看帳範不一樣 我去調整 那這種都是屬於權的一部分 權是權局的關聯 但是至少要能夠這樣做 打到這樣的目標 所以在這一篇裡頭提這樣的想法 那這代表說孫子的思想是很靈活的 就是我們不能夠死爆的一個教條 不能死爆的一個意識形態 不能死爆的一個什麼東西 而要追求 特別是一群人在一起 一家公司 一個國家的時候 一定要先追求什麼 你能夠spide 能夠存 你能夠生存下來 知道嗎 然後 有一天 碰到敵人有缺陷 有漏洞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擊敗他 才能謀求國家的發財 這跟公司要求發財 就是一樣的道理 你說是不是這樣啊 你們是不是會有懷疑啊 這好像不忠不孝不仁不義 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這個時候就不能講這種公司 這個時候先講 身家要存活 家庭要能夠存活 親人要能夠存活 要講究國家能夠spide 這才是最高的道德啊 因為旁邊所有的老百姓 佔領的旁邊 有一百個人一萬個人 有兩千個人兩千萬個人 在你旁邊 嗷嗷帶補 準備你 讓你這個領導人 帶領他這一群人 有一個深入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要講什麼 你要講陰法 要講生存 要講servive 那你的servive的方法 要按照鼻情的不同 而有所調整 靈活的應用 這才是領導人 應該做的事 是不是啊 所以有一些東西 是很僵硬不變的東西 要把它丟掉 有疑問嗎 我非常希望你們能夠發問 我哪個地方講的 你覺得有點不太同意 我都非常歡迎你們發言 有問題嗎 所以你記得第一篇史記篇的講 實則備之 強則必之 都是類似這種方法 就是類似這種原則 這一個命運 好 緊接我請問各位同學 什麼是你人生的權呢 各位同學 不謀權局者不足以謀一 不謀於事者不足以謀一時 這句話 同學了解他的意思嗎 然後第二個問題 你同意嗎 如果同意的時候 那我問你 你人生的權局是什麼 你一次的目標是什麼 你搞清楚了沒有 這樣才是你最終的人生的幸福 所以要謀 今天一定要先了解 我未來這個月 我這一輩子 我這一年要怎麼過 你才能夠回來想說我今天要怎麼過 所以一定要先有一個權局觀以後 才知道某一處 某一時 你應該做什麼 對吧 所以什麼是我們人生的長遠的布局 什麼是我們的人生觀 這就回到這個老問題的道理 人生觀 人生觀 你有什麼樣的人生觀 意思就是要問你有什麼樣的價值觀 那西方很強調Value System 那我們呢 事實上我們傳統非常強調 你有什麼樣的一種使命感 你有什麼樣的價值觀 你才能夠按照這個價值觀的導引之下 去過好你的每一天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價值觀呢 然後在這個價值觀的導引之下 做出各種各樣的追求 是吧 所以人是不是應該 人生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權局觀 是吧 那麼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專家觀點 台灣太強調專家了 各位同學 專家怎麼不好 不夠全 不夠全 他的focus都在某一個point上 可是社會是一個整體的社會 這個社會是並非加上交叉 全崖交錯 形成的一個權體的存在 所以專家最可怕的是什麼 他只看一點 然後就用這個點來論是非 來論方向 但是你如果是一個領導者的話 你必須要 除了你有的專業有專家觀念之外 你還必須要全局觀 你不能很直 你不需要縱觀全局 你知道嗎 你說是不是這樣 所以MBA教育管理教育 到底是專業還是一種全局教育 管理者是專業還是一種全業 我們稱它叫全業好不好 管你是全業還是專業 管一家公司 管五百個人一家公司 就是五百個家庭靠你的決策 靠這家公司的經營而重複 你都要懂 你是全業 你是全業 不是專業 因為公司的各個命運項 你都要懂 這才叫重 大 很懂事 什麼事都懂 對不對 很能夠縱覽全局 就是重 總經理 所以重 然後大 然後 都是要cover everything 你說是不是這樣的 所以管理是個全業還是個專業 領導是全業 領導是全業 有人說領導者就是管理者 總之你管理一家公司可以嗎 那是領導者 所以事實上你當一個leader 當一個manager 事實上你是cover everything 換句話說 你是這家公司的負責人 什麼意思叫做負責人 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負責人 對不對 員工任何的事情 你都要知道才行 這才叫負責人 否則員工用你公司的名義 在外面招搖壯面 做了很多事的話 到頭來是誰負責 誰出面 負責人要出面啊 所以你很難想說 有人就被稱為叫不沾鍋 他能夠當總統 還要當市長 怎麼可以不沾呢 各位同學 當家長的人 可不可以不沾你孩子的事嗎 你孩子的事 是不是就是你的事 你太太的事 是不是就是你的事 家庭裡頭大大小小的事 是不是就是你家長的事 就是你負責人的事 這叫做權 我們今天太強到專業了 碰到什麼事 我不懂 不用專業 咖啡一件事都用專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只看到一個面向而已 你其他面向不看 這就不全 那這都不會你們是學管理的 我奉勸各位 從進而後 要學權 要全面 對於這家公司的全面 各種方面都要懂 物流要懂 財務要懂 會計要懂 市場要懂 創新研發科技都要懂 顧客要懂 有哪一件事你可以不懂的 那個地方不懂 你知道我以後一個專家去cover 可是 這個 這個部署 的形式作為信得過嗎 你懂意思嗎 即使不用你教育做 你要懂他在幹什麼嗎 否則你如何監督他 你如何管理他 所以當管理者 一定要有這個sense 就是他當總統一樣 什麼都要懂的 像李光耀 為什麼世人如此的崇拜他 他大大小小 連水 連空氣 連剛剛說 李顯然說 他有一艘船 因為氣候軟化的 溫軟 那個 全球軟化的關係 也變成 人家改走 不再走新加坡那個道路了 不再路過新加坡了 影響到經濟 他要不要去管 他要趕快想方釋法 加入北極理事會 你想想看 這才在某一家國 某一個國 所以學管理者 就是要先了解 要有這種心胸 有這種coverage 什麼事你都要懂 你說是不是啊 所以管理者要先讓自己的心胸 讓自己的spend 讓自己的coverage 要那麼廣泛 可以接受嗎 你如果學專業 你到別的學院去 你去學文學院 你去學工學院 你去學工學院 你去學材料 你去學光電 你去學電板 你去學電路 可是你今天一旦學上了管理 你就不能說 我只懂行銷 所以其他我不懂 所以對不起 你不可能當總經理 因為其他東西都不懂 所以你要搖身一邊 成為執行長 成為總經理 你雖然是行銷出身 其他東西你可以不知道嗎 統計學你可以不知道嗎 對不對 什麼都要知道你 那你說我沒有學過那個東西 怎麼辦 你要自己去學 這才能當一個Leader啊 對不對啊 可以嗎 有困難 所以 領導者很累喔 怎麼可能什麼事都你要做 我沒有說什麼事都你要做 我只是說什麼事你都要懂 既然你什麼事都要懂的話 這些事情的做 不是你去做 所以你就要牽涉到 一件非常重要的領導者應該做的事 就是要用適當的人 放在適當的位置上 所以領導者不是要懂這個專業 領導者反而要懂專業的上面的那個東西 專業的上面那個東西 叫什麼 叫用人 對吧 所以領導者要當管理者 最最應該學的是人性 最應該了解的是 人性認識 這種類型的人是否做什麼 這種類型的人做什麼 這種類型的人做什麼 要捧人 然後才知道說這個人要擺什麼位置 還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判斷力 要磨練自己很敏銳的觀察力 很敏銳的一個判斷力 就像李光耀 你看李光耀就是在幹什麼 他說新加坡那麼樣那麼樣的小 他根本不可能改變世界 他只能夠完全接受世界的改變 而想辦法在他周圍巨大的叢林當中四處穿梭 想辦法讓這個國家能夠存活下來 你看這句話講得多感人 我們不可能改變世界 我們不可能改變世界 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怎麼粉絲 影響自費世界 我們只能夠學會 如何去迎接世界 帶給我們的改變 所以我們要學的粉絲是什麼 如何去穿梭在周圍巨大的叢林 想辦法讓這個國家能夠存活下來 所以首先一定要學會觀察形勢 首先一定要學會判斷 然後再學會如何用 最根本的兩大能力就是這 有沒有問題啊 這東西很深啊 你們都沒有問題 哇你們一下都學會了 都沒有任何疑問 是 老師有問題啊 今天講這個謀工的話 他有講說 用兵之法 使者為之 武者公私 對者分之 敵者能戰之 少得逃之 那這個原則的話 因為我常常在想 孫子兵法 他是 就是說他應用的放火 他跟他這個管理 把他合起來 假設在 我們講說 商場如戰場 那如果用這個來講 比如說 兩個之間的話 實力相差 他們在這個市場的佔有力 這個的話 能不能 有沒有怕得到 首先你要了解 他為什麼有很多這些不同的戰法 你要了解 因為 在講兵法 兵法是什麼 是死生之地出往之道 所以你今天之所以很多這些不同的戰法 完全是因為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必須要讓國家能夠出國 國不能被滅 國不能被滅了 國被滅了的話 萬民就遭殃了 這國家就沒有了 前提是這個 所以才會有很多這些東西 那在市場上也是一樣 要先讓你公司能夠賺錢 要能夠 survive 下來 公司不能賺錢 不能獲利的話 那公司怎麼存活 不能儲活的話 這一拳就散掉了 老師 那如果是說兩個實力相反的協助相反這樣 大公司的財產設立也是這樣嗎 那當然商產上很多 都不一樣 只是它這個指導性的原則就是 那背後根本的指導是什麼 你要能夠 是死生是存亡 你要能夠合相 老師還有 嗯 在第一天那個實際天 我常常把他講 他講的就是很多原則太陽性 但是他這邊講到了一個 成功的七計 那這個成功七計 我一直把他引用在一個戰場上 就是美國在打夜戰的時候 常常打 他打夜戰的話 整體來講到底是輸的 他輸了 輸了 他沒有達成他國家的目標嗎 那如果我用這七計去分析的話 有沒有 我覺得說 每天來講的話 有沒有一個實力這麼大的 他美國船艦泡力 把一個夜戰 既然打得好 非否不裂 所以北夜這個 中國夜的這個狀態有沒有 小是小 但是也不可以小 也就是說 一個國家能不能勝 不在於那個 船艦泡力 而在於這個 在於你真正強不強 對 是在你強不強 對 那你知道嗎 越共或是北越 強不強 在打仗這些事情 他很強 他比美國人還會打仗 就在戰場上比你還強 他可以整個人握到 握到在那泥溝裡頭 那泥溝就是糞便啊 跟那個污水融合在一起 你可以整個人躺在那裡面 然後美軍從外面走過 沒有發覺裡頭躺一個人 而躺在裡面的往往是女生喔 是女的喔 所以當她從美軍走過去以後 她女的一絲不掛突然間從裡頭站起來 美軍一看 怎麼捨得下手啊 不捨得下手 可是你一吃以後 下手的反而是她 你說越南的女性 越南的兵會不會打仗 比你會打仗多了 比你狠多了 比你美軍強多了 所以你美軍當然在越戰裡頭上會做突點啊 最後呢 沒有辦法再至少下那個什麼成績啊 讓他們葉子弱掉 讓越多無法藏身在叢林當中嘛 所以有很多的後遺症 越南大概五十年的東西 當然不可能吃 我們台灣還傻傻的 拼命允許 那個越南很多的這些農產品啊 茶葉啊 那真的是很可笑的 我們衛福部的官員 一點sense都沒有 那個食物鏈的概念都沒有 有越南的咖啡對不對 越南咖啡社 他以前西貢的時候 還沒打越戰之前 他是法國 在那邊殖民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越南在那邊種咖啡啊 咖啡很香啊 可是他曾經那麼傳統米來 他今天居然也賣咖啡 賣到我們台灣來不是嗎 你還敢喝越南的咖啡嗎 台灣的米油兩層去越南 台灣的茶葉 每年從越南進口七十萬公分 主要是那個米油 還有石油 所以你從國家生存史生存 來看這個地方 根本是你強不強 不在你大小 因為小國就有小國的謀生之道 可是重點是你要強韌 你要柔 柔的時候 剛的時候 你要懂得太極權那個道理 就這樣能夠全你的國家 讓你國家能夠保全 然後留著青山在 不怕沒拆燒 這種道理就是孫子兵 在想的這種道理 這種道理 你覺得有為道德良心嗎 國家存活百姓萬民能夠安居樂業 這就是最大的作為國軍應有的道德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越南會勝是因為 美國沒有必要把他整個拿下來 他只是保衛他南越的國民 這就是主屬有道 主沒有道 他們的國軍 美國的總統那時候 他沒有想清楚嘛 他要打局部戰爭 對不對 我只要轟炸你 我路邊部隊 老是打不過你越戰 我就用空軍轟炸你 他打的戰爭是一場 他沒有想要求勝的戰爭 很像打北韓 打北朝鮮那個戰爭一樣 他只想要跟你劃38路線 他不想要真正把你打下來 不是把你打下來 就得罪中共 要掀起第二 這個第三次大戰 所以基本上 主屬有道這一塊上頭 出了問題 就是他的決心 他沒有辦法控制 沒有把握 所以只好呢 就打那個要死不活了 要戰不戰的那種方式 所以 可是越南就是很明確的一個 一個作戰目標 就是我國家要火 所以看到美軍 我就一定要殺 所以兩方面的戰鬥意識 跟國家的意識 在這裡就決定高下了 所以力量使出來就差很多 策略的應用 一邊就非常靈活 一邊就是處處都受挫 對 當然戰爭要打過來 即使你科技在怎麼發 你再多有錢 你就是打不過他 知道嗎 就是這樣子 所以要強 強不在於強弱 所以韓非只能說 三次跟你們講了 這個阿維在是非 不在於強弱 存亡在虛實 不在於重弱 就是你是實的那邊 還是虛的那邊 那像美軍跟越戰來比的話 他是虛的嘛 因為他不太想打這種戰爭嘛 他的內心是虛的 可是對另外一邊來講的話 是國家的死生啊 這是實的戰爭啊 所以他是全力以赴的 所以打局部戰爭你知道嗎 就打不過他 知道嗎 那相對我們來看我們自己 這一切的想法都回到我們自己上 把這種原則 應用在你對於時局的觀察 對國家對社會的一種 的一種 一種 投入 你可以觀察 我們是虛還是虛 我們是是還是非 要會應用這些觀點 投入在我們自己 國家社會的一個研究能發展上來 這才會有用 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對啊 對啊 韌性很強 強弱怎麼可以理解什麼叫強跟柔呢 柔本身是強應有的一種要素 強不等於硬 不等於剛硬 所以兼有你看 我很喜歡舉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很柔的鋼鐵 你剪不斷 韌性十足 那個強韌的剪 剪不斷 可是你一碰到他的話 他隨時可以把你牽到 所以你拿他沒辦法 問題就這樣而已 還是問題 對 就是要 就是以取去求權 我們就要成天天下 可是 就像前面講的 以期一陣 以陣交勞 以期陣 那期之餘 之所以會以為期 就是因為大家都看不懂你在幹嘛 對 所以要 如果是以自己 或者是小團體的話 可以去做這種 很明火 很愉快的方式 去做一些 可能初期制的方式 就是如果當 就是 這個團體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 你做了一個 這麼 可能 很不符合常理的行為 那你要怎麼去說服大家都跟這個行為 是啊 這是另外一個特體 就是 你不是一個那個position 你不是leader的position 你都是同事 同人在一起的行為 所以你平常不要去經營出那種形式出來 經營出那種形式出來 這是要經營的 你知道嗎 就經營出你的證這一塊 證不足的話 不足以出棋 即使出了棋的話 力道不足 所以要經營平常個人家的影響力 個人家的網台 就是證 所以平常要經營好的這樣的互動關係 有一天你提出哪一個棋的點子 大家覺得 這個點子好 大家願意買你的帳 如果平常都沒有經營這一塊 你突然間提出很好的idea 人家不見得滿意的 你要覺得 你是誰 就是棋要站在正的基礎上 它發揮出來才有用處 相反的 這是正升棋 棋也能夠升正啊 所以棋正相升 這兩個東西都是要力道要處 所以所有的經營都要在正的基礎上來經營 這樣才有初期至聖的本錢 在他的籌碼 講這個英文沒有去看英文 可是我發現英文的話 他的翻譯就跟我們中文的一樣 每一家 雖然翻譯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意思 譬如說 將他講自信很有名 那個信的話 在中文就有很多的解釋了 有一個是信念 信心 所以我就是感覺說 那老師為什麼要 希望我們能找一本英文的英文 我沒有說你要找英文去看 我是說如果你要找英文去看的話 你可以去看這本 這本是大概最權威的 Griffith那本 發現每個人在發言的話 中文也是怎樣 那我就記得說英文的話 可能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看中文的話 這本是最權的 這大概是目前最權的 就是 有十家柱 十家的柱點 都被孫心眼這個作者 把他給欄瓜在這裡面 所以你如果對孫子平常 想要更進一步了解 因為各家有各家的說法 也都成理 但是你想要了解 比較透徹一點的話 你可以去看這本書 今天把這本書帶過來 你看英文是要幹什麼 看英文是為了要跟美國人 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球 你跟英文可以透口而出 可是你一看他們的翻譯 他們有一些翻譯 我看了以後 我不見得很喜歡看他 因為他是從中文上 我透過懂中文的人 去翻譯給他聽以後 然後他把他寫出來成為英文 那問題是他的口譯 他的翻譯的人 是不是懂這個東西 這本書就不一定 除非他自己學中文 他去吸收它 那我們有幸 我們懂中文 我們就直接看這本就好 當這本是因為你想要國際化 那你可以去看這本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他這邊講的一些案例 其實也不錯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你們都能夠接受這件事情的說法嗎 明星啊 同學們 都能夠接受嗎 你們都沒有聲音的意思就是說 都可以接受 還是有哪些地方你不太能夠接受 我很希望 很渴望聽到你不同的聲音 真的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時間到囉 下禮拜見囉